最近综艺电视剧里明星让我们见识到了什么叫不知疾苦和高高在上 他们理解不了普通人的艰苦 甚至用着人上人姿态冒犯着所有观众 最近周迅纳英上了热搜第一 可能这次登顶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是被骂上去的 他们被骂的原因也很明显 在脱口秀大户上 大会里赚着通告费 却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和冷漠 比如节目里的选手孟川 用几分钟的表演杀疯了 却没打动周迅和纳英 他谈考公务员稳定 谈考研好落户 也说起为了给自己的女儿落户上海 为了能省一些房价开销 他甚至去看了凶宅 他的描述里 杀伤力越高的凶宅越便宜 送走了两任房东的宅子 甚至能便宜两百万 孟川把落户男买房男的痛苦包装成玩笑 台下观众理解共情 跟着笑疯了 镜头一转到纳英周迅 两张无动于衷的脸 又让气氛冷了下来 最后孟川只得到了两灯 周迅纳英不仅都没拍灯 周迅还在表演结束 天真又残忍的质问 真的是凶宅吗 网友形容周迅天真的问 是真的吗 是 仿佛刚刚降临人间的仙女 完全不知人间极苦 孟川宁可买凶宅 也要给女儿落户 而坐在下面的明星 根本想象不到 少一百万是什么概念 他们心里可能想的是 才省一百万 就选择去住凶宅啊 脱口秀大会里的选手们 有跑腿员 有打工人 有盲人 有人工心脏移植者 他们以幽默调侃的方式 说买房落户 考研升学 性别歧视 工作挫折 病痛 他们文本含金量很高 你也能从中 领略百般人生 跟着共情 而两位明星嘉宾 常常无动于衷 周迅抠着手 好像只听得懂恋爱 那音摇着腿 好像只听得懂喝酒 台上人在说的是 普通人的艰辛贫苦 讲山东女硕士 考上研究生 才被家族魄力允许上香 讲上海风控期间 抢不到菜 一天只吃一顿 周迅那音 却总是一脸茫然 或者是冷漠 不在意 片酬日入208万 综艺出场费 也高达百万 明星赚钱太过容易 他们也许永远不能明白 为什么有人的终极目标 是买个两食一厅 为什么选手炒股赔了十万 就耿耿于怀 别人在用喜剧包装自己的艰难生活 那音却像在好声音里一样插花叫好 这个好这个好 这个行 这个行 他完全不懂其中的含义 好像别人讲的是胡编乱造的笑话 反正能把他逗乐就是好段子 比如跑腿小哥南瓜在白眼里几次强调自己是跑腿员 但经常被认作是外卖员 受到冷言冷语 甚至被白眼直呼 哎 电瓶车出去出去 这里不让那进 南瓜接地气的讲法让全场爆笑 但讲完又是熟悉的只有两灯 周迅和那音再次无动于衷 没有拍灯 那音明显没有听进去 不仅分不清跑腿外卖的区别 还直呼南瓜是外卖小哥 南瓜的表情当时就苦涩了 而且南瓜段子里讲的金头盔 是他对跑腿行业的一个期待 希望跟外卖行业一样有这样的设置 从而激励自己 那音这段也没听明白 毫无感情地祝他明年拿到自己的金头盔 他根本就没听你在说什么 还高高在上的点评你 然后居高临下的悲鸣你鼓励你 网友这段对明星人上人姿态的评价 简直真真见血 第一期过后全网谩骂 第二期延迟上线 网友猜测 节目组在紧急处理 剪掉了周迅那音反应 补录了李旦找不接话的片段 可惜再怎么掩盖 也支不住明星们的高傲冷漠 节目评分跌到4.9分 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光是综艺在影视剧里也时常能看到 不知人间疾苦的明星们傲慢浅薄的要呈现穷人打工人 结果恶心了大众 张翰自编自演的年度烂剧东巴区的先生们 他自诩在大城市拼搏不易 结果住者是中心高楼 编剧张翰为了表现出打工人的辛苦 竟然编出了在出租车上吃泡面的剧情 结果撒了一身一车 有钱打出租车还争分夺秒的吃什么泡面 就算打工人急于赶工要在路上垫一口 也绝不会选择难拆难炮的方便面 生活常识都没有 张翰却想拍出底层艰辛 清醒点吧 为了体现30家男性的中年危机和拼搏 张翰想到的是 让员工下班之后 免费留下来加班两小时 对不起 我们普通人想到的不是燃起来了 而是家里等着吃饭的老婆孩子 和白干活不见长的工资 什么才是真实的人间 是为了生存 在40多度的天气里劳作 被活活热死的建筑工人 是为了省钱 干了一天的重体力活 也可以只吃一餐的农民工父亲 没有高大上的单身公寓 只有天通院里和好几个陌生人合作的单间 脱离了社会底层生活的208万们 却热衷拍底层 导演秦指教里 韩雪尝试着当了导演 钟爱拍底层人的生活 但是富贵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最终拍出了一些恶心人的作品 他拍生活拮据 看不到希望的外卖员 是细皮嫩肉打扮精致的 住在上海市中心 出门就是外滩的大房间里 韩雪一手设计的这个外卖员 骑电动车一天送30单外卖 就累得要死 回到家里 床头是吉他 桌上是书籍 他听到爷爷去世的消息 不急着回家 还默默哭泣念读白 整个短片都体面倒是真 然后韩雪又从女性角度拍乳腺癌女性 结果他的傲慢和自以为是将乳腺癌拍得像儿戏 乳腺癌缝合的疤痕敷衍得像卡通眼睫毛 韩雪被他设计的一切感动哭了 但屏幕外的观众却被他俯视的角度下 对底层人的刻画给气笑了 都说艺术来源于人民 而现在的明星都高高在上 彻底脱离了群众 就连草根出身的岳云鹏也越来越飘 无法共情普通人 还各种低情商人上人事发言 比如岳云鹏在新游记里 体验当房产中介的第一天 上班就睡到了大中午 去上班后还入无其事 后来他与公交车上的乘客闲聊 得知他已经工作十年了 他满脸震惊 工作十年了 为什么还要坐公交 好像买车是件很容易的事 同节目的张若云跟岳云鹏 一起体验当房产销售 当得知客户 觉得推荐房型太小的时候 脱口而出 你可以在隔壁再买一间 好家伙 普通人在深圳买房 是挥挥手就能再买一间的吗 你猜他为什么不买 是因为不想吗 明星和素人之间 好像有一道看不见的阶梯和鸿沟 他们不仅远离群众 好像还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架子不小 中餐厅里各位明星对素人大厨的傲慢态度 差点给人气吐了 这季中餐厅 节目组专门安排了一位大厨 虽然名气不高 但绝对经验丰富 结果他却成了这季最忙的 最委屈的明星保姆 他不仅要做饭 还要处理食材 杀鸡杀鸭 还要各种照顾明星们 男爱豆来了 詹大厨给他扛行李 众人出行 詹大厨就成了司机 一起去采购食材 高贵的明星不敢上前 詹大厨扛起了抓鸡重任 其他明星在一旁胡乱指挥 结果鸡抓到了 詹大厨为了方便 准备就地处理了 而一旁的明星 也连忙回避 甚至有些鱼心不忍了 有位男明星不仅说着不要杀了 还准备把鸡带回去养 满口的敬畏生命 结果等詹大厨处理好了一切 把做好的鸡端上桌 大家迅速凑了过来吃得津津有味 从敬畏生命变成了味道不错 詹大厨每天费力却不讨好 几乎每期都要受到明星们的抱团指责和甩锅 在大厨惦记着食材鸡眉纱 鸭眉纱的同时 其他明星却舒舒服服开启了时装秀 樱桃穿着紧身裙 披散着头发 带着大耳坠 做样子帮储 回头看脱口秀演员杨孟恩的话 真没说错 要明星体验和共情普通人的生活 本身就很滑稽 如今整个娱乐圈已经跟群众脱离 跟社会脱节了 明星们拿着天价片酬 理解不了生活的艰苦 还高高在上审判普通人的样子 我们真的看够了 不是人间烟祸的明星们 无知又冷漠 不求你们能共情普通人的艰苦 只求你们别再下凡 冒犯和个影我们观众了